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济学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再次参与我们经济学商 这个课程的讨论 我们今天要谈第十七讲 资讯经济学 那今天讲的这个讲次 其实就是我们在谈市场失灵 一个最后的一个讲次 我们要谈为什么会造成市场失灵 那这个讲次最主要就是要谈什么 谈资讯不对称 好我们又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讲次的单元目标有哪一些 那第一个当然要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资讯不对称 那接下来我们都要了解一下 资讯不对称这个资讯经济学里面 常有几个名词 例如说什么叫做柠檬市场 什么叫做所谓的逆选择 那市场讯号它的意义代表的是什么 那还有什么叫做道德危机 什么叫道德危机 那最后我们了解一下所谓的委托人跟代理人的这个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讲次张姐的安排有哪一些 那第一节当然就是我们谈柠檬市场 谈柠檬市场的内容 第二节我们谈一下所谓的逆向选择 第三节我们谈市场的讯号 第四节我们谈道德危机 最后谈一下所谓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的问题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柠檬市场 什么叫做柠檬市场 我们谈资讯经济学 难免一定要提到所谓的资讯不对称的研究 那谈到资讯不对称的研究 我们一般都一定会记住 我们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主 三位得奖主 也就是所谓艾可洛夫 Spincer跟Stigles这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都是因为研究所谓的资讯不对称的议题 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得奖 那这个所谓的柠檬市场 或者是我们下一节所要看的所谓的逆向选择 或者是所谓的逆选择 就是所谓的艾可洛夫所提出来的 那还有后面我们提到的所谓的市场讯号 其实就是Spincer所提的 那至于Stigles提什么 他就提一个所谓的筛选 所谓的Scream 自我筛选的议题 在保险市场里面非常被活用 好那什么叫做柠檬市场 根据艾可洛夫他的想法 概念上很简单 一般我们认为市场有需求 有供给 那就有交易 市场就存在了 对不对 那可是艾可洛夫提出了一个想法是说 如果这个市场资讯是不对称的 什么叫资讯不对称 也就是买卖双方 资讯不一样 有的人 例如说供给方资讯比较多 或者是需求方资讯比较多 供给双方资讯不对称的状况之下 那有可能有人想要买东西 有人想要卖东西 可是市场就没有办法达成交易 这个市场就不见了 如此就达成什么 就造成所谓的市场失灵 Space也提到了这种基本上 要怎么去解决它 那艾可洛夫他认为 他提了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他举一个所谓的二手车市场为例子 他去说明一下 他去说明什么叫做柠檬市场 各位同学可以想象一下 二手车市场里面 要卖车子跟要买车子的人 谁的讯息比较多 要卖当然是卖车子 例如说我的车子到底好还是坏 性能是差还是好 他有没有太过被超过 那这个就是什么 卖车子的人才知道 换句话说 在二手车市场里面 车子品质的好坏 就这种卖车子 也就提供的人 他才知道 可是买车子的人 买车子的人不知道 他去看到这部车子的时候 他只看到它的外观 他不晓得他这部车子的性能 到底有没有是好还是坏的 那在这种基本的假设之下 我们就形成所谓的资讯不对称 卖方拥有比较多的资讯 买方拥有资讯是比较低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卖车子的人 有两种人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好车子 高品质车子要卖的 一种是低品质车子要卖的 那如果我是买车的人 我如果非常清楚 哪些是高品质的车子 哪些是低品质的车子 那这个市场运作就没有问题 我要买高品质的车子 我就跟高品质的车子 卖高品质车子能买 我要买低品质的车子 我就跟低品质的车子能买 那这个市场运作就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麻烦就麻烦在什么 麻烦在我要去买车子这个人 他不晓得哪一部车子是高品质 哪一部车子是低品质的 因为全部都在二手车市场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哪一部是高品质 哪一部是低品质的 所以我这个需求者 我要去买这个车子的人 例如说高品质的 我愿意花五万 低品质的我愿意花三万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如果知道高低 那我就知道我要付多少钱 当我不晓得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一知道是说 那高品质的车子 跟低品质的车子 各一半二分之一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去买车子的时候 我愿意付的价格是多少 那一定是高品质车子的价格 乘上二分之一 低品质的价格的车子 乘上二分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我这个需求者知道 我买到好品质的车子 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买到低品质的车子 也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所以我愿意付的钱 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这两个车子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加全平均 说我只愿意花多少 花四万块钱 好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是卖高品质车子的人 你的车子可以卖五万块钱 可是当你拿到 二手车市场来卖的时候 人家只愿意买多少 只愿意用四万块钱买 那聪明的你 你的车子可以值五万 那你愿意卖吗 你愿意在这个 二手车市场卖掉吗 你当然不愿意 好 那回过头来 如果你是个低品质车子的人 那你就很高兴了 为什么 因为你原来是低品质的 当你隐藏你的品质 不让买的人知道的时候 那你这部车子可以卖多少 可以卖四万块 你就有赚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高品质车子的人 也就是说他的品质比较高 高于四万块钱的人 这些车子都怎样 这些车主就退出 这个二手车市场 他就不会留在 这个二手车市场 因为他的二手车的市场 他的价格 品质 他所卖到的价格 不如他品质的高 所以他就退出了 一退出了以后 我这个二手车市场 所留下来的车子 品质都低于什么 都低于这四万块钱的品质 好了 那当现在消费者 去买车子的人知道 这些车子的品质 都低于四万块钱的时候 所以他买多少 他愿意付多少钱 去买这个车子 他就算一下 平均一下 他如果有四万块钱的 也有三万块钱的 那平均起来 大概只有多少 大概三万五千块钱 所以他平均用三万五千块钱 去买这个车子 同样的道理 品质高过三万五千块钱的车主 就离开这个市场 留下的都是低于 三万五千块钱品质的车子 所以不断地循环的结果 最后这个市场 所留下来的车子 会在这个市场保留的车子 都怎样 都是低品质的车子 甚至于如果竞争到最后的结果 这个市场就没有人在卖车子 换句话说 柠檬市场透过这种不断的淘汰的结果 最后市场没有交易 或者是说 这个市场最后留下来的车子 都是所谓的烂车子 都是品质非常非常低的车子 这就是所谓的柠檬市场的基本想法 这是我们所谈到的 好 那对了柠檬市场 这个资讯不断 最重要这个柠檬市场这个概念 有所了解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另外一个 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的看法 这是我们第二节的重点 谈到所谓的逆向选择 什么叫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的概念 其实跟我们前面在谈二手市场 二手车市场 那个整个的过程的想法是一样的 是因为在资讯不对称之下 那最后会造成高品质的产品 会被淘汰掉 最后留到这个市场只有什么 只有低品质的产品 它才能够生存下来 也就是例如说 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二手车市场的想法 最后高品质的车子都不见了 最后都只有低品质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柠檬市场里面的 所谓二手车市场 那另外一个最常被引用的就是什么 就是保险市场的概念 那在保险市场里面 什么叫做逆选择 那我们可以想象 在保险市场一样 我们有所谓的投保人 也就是药保人 有所谓的被保险人 所谓被保险人 那有所谓的什么 保险公司 那我们想 你现在要去保险 那保险公司要不要承受你来保险 那如果我们这些保险人 我们去要这些被保险的人 他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高风险群 一种是低风险群 什么是高风险群 所谓高风险群是说 你保险以后 你往往会要求什么 要求保险的理赔 常常生病感冒 类似这种的 那低风险群所指的什么 就是他即使投保以后 因为他风险很低 他不容易生病 不容易感冒 所以他要求理赔的机会 也就比较低一点 那如果在资讯完全的状况之下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非常清楚 哪些是高风险群 哪些是低风险群的时候 那保险公司可以订定 两个不同的契约 一个是适合高风险人用的 一个是适合低风险群用的 那我们可以很明确可以知道 很详细可以知道 对于低风险群的保约来看 那低风险群的保业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保费比较低的 它的要求比较低的 那对于高风险群来讲 它所要求保费一定会怎样 一定会比较高 待遇也会比较差一点 如果保险公司 它知道有这个资讯 知道谁是高风险 知道谁是低风险的 好 那聪明的你 你如果是属于低风险群 你会去投保 OK 没问题 买那个低风险群 提供给低风险的那个产品 好 可是高风险群的 高风险群会傻傻去买 那个高风险 高风险群的那个保险商品吗 不会的 它会做什么事 它就会隐瞒 它是高风险的这个讯息 它去假装它是一个低风险群 它是个低风险者 好 那如果保险公司 它没有办法发现 这个资讯不完整 它没有办法发现 这个高风险者扮演着低风险群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到最后 这保险公司最后都卖到什么 都是卖到那个低风险群的 那个保险的产品 那可是呢 最后 这个保险公司就怎样 可能就垮掉 为什么 因为高风险群投保人很多 理赔也就很多 最后会怎样 最后保费会不敷什么 不非理赔的支出 就倒闭了 好 那为了要避免这种状况 那怎么办呢 保险公司就要想出一个办法 既然我不晓得 谁是高风险群 谁是低风险群 那一样 我就求一个什么 我就求一个平均保费 我知道高风险群 可以投保了 它要理赔的几率 我也可以知道低风险群 要理赔的几率 那我就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平均费率 这个平均费率呢 对高风险群来讲 对它来讲是有利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理赔的比较多 可是负担的费用比较低 可是对低风险群而言 它是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它负担比较高的保费 可是它要求的 它会要求的理赔反而是低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会造成什么 在这种只有一类 就只有一种用平均保费 收费的这种产品之下 高风险群 就会持续地留在这个保险市场 可是低风险者 就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掉 它会离开这个市场 而这种过程 我们就称为什么 我们就称为逆向选择 我们高风险群 在保险市场里面 高风险群 它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市场里面 低风险群 就会离开这个市场 最后这个保险市场 最后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高风险群 也就会失去整个保险的意义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逆向选择的概念 我们还有常见的逆向选择 大概有什么 例如说在公司里面 在公司里面的员工 我们就发现什么 当老板他没有办法去监督 或管理员工 去监督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用工 有没有努力工作 我给你的工作 你能有努力工作的话 我给你的钱比较高 你如果不努力 我给你的薪水就比较低 那因为 因为老板没办法每天看着你 所以他的监督成本很高 所以他怎么办 他也不晓得你 到底哪一个工作 哪一个用工 哪一个不用工 所以他怎么做 他就一视同仁 每个人都一样的什么 都一样的薪水 好了 那在都一样的薪水 你看 如果你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可是你的领的薪水 竟然跟那些不努力工作的人 一样多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事 你会辞职走人 所以最后 这个公司里面就会怎样 就会只剩下那些偷懒的人 这个劳动市场里面 这种所谓的逆向选择 也常常看到 例如什么 例如信用市场也一样 常常会去借钱都是什么 都是那些常常会倒上的人 这个大概就是 所谓的逆向选择的 一个基本的想法 好 那当我们了解了 所谓的柠檬市场 跟逆向选择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个 Spinster所提出来的 如何去解决这个逆向选择 或者是柠檬市场 所造成的一个问题 我们称为什么 称为市场讯号 市场讯号 好 2001年的三位的诺贝尔 经济学得奖 其中一位Spinster 他就认为 我们如果能够提供 所谓的市场讯号 那我们就可以怎样 我们就可以解决 这个所谓的逆选择 甚至于造成 所谓的柠檬市场的问题 那什么叫做逆选择 什么叫做市场讯息 我们知道 在市场不对称的时候 那当有市场讯息出现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解决市场资讯不对称的问题 Spinster的基本想法是这样 我们说如果我是资讯充足的人 例如说我以劳动市场来看 我是劳动者 那我要去应征的时候 我要去应征的时候 我需要怎样 我需要释放讯息 给我的老板知道 给我的面试者知道说 我就是有超人一等工作能力 我有不凡的工作能力 可是呢 我这种超凡的工作能力 或不凡的工作能力 要表现在哪 表现在你的衣着上吗 表现在你穿金带银之上吗 或者表现在你写好的 非常好的字传上面吗 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的取得成本太低了 那在取得成本太低的状况之下 即使你工作能力好 或者是即使你工作能力不好 你都可以处理得到 为什么 你就去买一套豪华的西装 你就是请人家去写一个豪华的自传 那就好了 你就可以冒充什么 你就可以冒充高工作能力的人 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 应征者老板就不晓得到底要选哪一个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所以如果要有市场讯号出现 例如说我要去取得这个讯号 而且这个讯号能够让我 让老板知道 我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我的工作能力是高的 那么这个讯号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能够使得 那个高工作能力的人 比较容易取得 比那些低工作能力的人 还更容易取得这个讯号 那史宾斯就认为 什么样的讯号可以代表 他就认为什么 教育 例如说所谓的高等教育 那现在在我们国内 当然大学念大学很简单的 说是也还好 那如果他是以博士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 如果你去应征的时候 你所拿出来的是一个博士学位 那就厂商而言 就老板而言 他就觉得 你既然能够念到博士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能力是不错的 相对于那些没有办法念到硕士 或博士的人来讲 那你这个文准是怎样 是有用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个文准是能够代表着 你的工作能力的好 是比别人还好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市场讯号的一个基本想法 所以史宾斯就提出这种概念来 就告诉大家说 如果资讯是不对称的 老板不晓得你的资讯状况是什么 不晓得你到底工作能力高不高 那你就自己能怎样 那你就要自己去准备这个讯号 释放出来给老板知道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学历是一种 例如说我们常看的证照是一种 你有一个别人不容易拿到的证照 如果这个证照是大家都很容易拿到的 不管是能力高能力低拿到的证照 那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它就不构成是个讯号了 没有办法表现出你的能力的高低 好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市场讯号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要介绍另外一个 在资讯经营学资讯不对称里面 常常会听到的一个概念 所谓的道德危机 我们第四节就是要谈这个道德危机的基本想法 好 什么叫道德危机 道德危机的基本想法大概是这样 在资讯不对称的状况之下 那交易的一方在签约以后 他会改变他的行为 或者是他隐藏他的行为 进而是损伤到另外一方的福利的状况 这个我们就称为什么 称为道德危机 称为道德危机 那我们最常看到的大概是什么 例如说我们车子 我们开车的时候现在安全气囊非常非常的好 车子的保护非常好 那如果你是个重视安全的人 你有可能怎样 你有可能出钱就买这个安全气囊 装备了这个安全气囊 可是竟然没有想到因为你装备了安全气囊以后 车子就怎样 车子感觉就比较保险比较安全 那比较安全比较保险状况之下 你竟然就怎样 就比较容易开快车 那比较容易开快车的结果就比较容易什么 容易出车祸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变成你有买保险 你有买更好的安全设备的时候 往往反而会造成你容易出车祸 这就是道德危机的一个基本想法 例如说在保险市场里面 我原来没有投保 在没有投保状况之下 我知道我一生病以后 我就自己要怎样 要付医疗费用 这医疗费用可能很贵 可是现在政府例如说 政府办了一个全民保险 我就发现什么 发现我缴了全民保险费用以后 这保费缴了以后 我生病以后就完全不用付费了 那我就怎样 我就会产生所谓的道德危机 他会怎么做呢 原来因为我生病以后 我自己要付费看医生 我现在怎么做 因为我现在保险了 看病以后不用钱 所以怎么做呢 我就怎样 我就会比较疏于防范我自己 例如说我进出公共场所 我就会比较不注意 那我就可能会比较怎样 比较会被传染到感冒等等的问题 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会产生所谓的道德危机 那在保险市场里面 像这种道德危机的发生 往往就会造成什么 往往就会造成资源 医疗资源的过度的使用 医疗资源过度的使用的状况 就造成什么 造成市场失灵 那另外的 这种道德危机也往往发生在什么 往往发生在劳动市场里面 例如说我在应聘的时候 怎么办 我就展现出我的好意 展现出我愿意为这个公司 多努力的工作 多努力的工作 可是等我已经聘上以后 担任这个公司的职员以后 我就怎么样 我就开始偷懒不工作 为什么 因为可能老板不知道 看不到我 他没有办法监督我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道德危机 我被聘用以后 我反而怎样 反而就隐藏我的行为 就开始这样 开始偷懒不工作 等等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另外我们就刚刚所说的 保险市场问题 也会有这个问题 好啦 那针对这种道德危机 这种所谓的道德风险 或道德危机的概念 一般来讲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 要怎么去 去所谓的去防治它 当然有很多种方法 方法非常多 例如说我们刚刚有前面 有提到的 例如说提供的所谓的讯号 等等的 那这里最常见到的 我们最常见到大概是 要么就是怎样 要么就是家常监督管理 例如说老板聘人进来以后 那怎么办 那就怎样 monitor他 就是花一些时间 去注意这个劳工 这个员工 到底有没有努力工作 那可是一般来讲 我们都常常发现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做监督工作的状况之下 这个监督的成本 非常高 那就是因为监督的成本 非常高的状况之下 又在资讯不对称的问题 情形 就没有办法去做 比较好的解决 所以一般 为了这种所谓的道德危机 在我们的所谓的保险市场里面 最常看到的一种方法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类似所谓的共同保险的概念 什么叫做类似共同保险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让保险人 共同负担这种财务的损失 主要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让保险人的成本能够提高 进而更加能够避免 理赔事件的发生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说 如何要防治这种道德危机的一个基本想法 采取什么 采取所谓的共同保险的基本想法 什么叫共同保险 想法很简单 就类似什么 类似我们现在健保的致富额的概念 什么叫健保致富额 也就是说 我现在投了健保以后 保费以后 对不对 等到你生病 看病要不要钱 不是不要钱 要钱的 要什么 你要共同负担 当你要共同负担的时候 那就有可能会减少你这种道德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 虽然你的投了保险以后 可是当你染病以后 你是不是就完全都不用付费 要 你要付费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会比较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共同保险的一种基本想法 好 那如果在劳动市场 例如说我们在前面提到 劳动市场有可能怎样 我在聘这个人的时候 看他表现得非常好 什么都好 对不对 我就把他聘进来了 可是没有想到 聘进来以后 发现什么 发现工作态度很差等等的 可是我可能老板没看到 那怎么办 我要怎么有办法让他能够真的好好努力工作 那有些方式是这样 我就怎样 我就不给底薪 或者是我不是用月薪给你的 为什么 你拿了月薪 你怎么做都可以 反正一个月就是拿三万五千块钱 那你工作努力跟工作不努力都拿三万五千块钱 那聪明的个人一般都是什么 就工作不努力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为了解决这种道德危机的问题 那在诱因上我们要怎么去设计它 也许我们可以采取所谓的什么 采取所谓的论见记仇的概念 什么叫论见记仇 你原来不工作 还可以领三万五 对不对 现在怎么样 现在你要努力拼命的工作 你每做好一件 我就给你一些酬劳 那你做的件数越多 我给你的酬劳就越多 那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所谓的道德封建 或者是道德危机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另外一个最后一个主题 所谓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的问题 好 那委托人与代理人问题也非常常见 那最常见大概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讲的 老板跟雇员 就是老板跟雇工 那老板要什么 老板可能要利润极大 要你好好工作 对不对 可是雇员 雇员只是他要他的薪水极高 那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委托人 也就是老板 希望这个员工好好工作 让他的公司的利润极高 可是这个代理人 也就是帮老板工作的这个员工 他的目标不是 他只是要求他的什么 要求他的报酬极高就好了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真正为公司工作的这个员工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代理人 他可能跟老板 也就跟委托人的目标 他就会不一致了 所以真正工作是谁 真正工作是代理人 所以最后代理人在工作 为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 他是为了这个公司利润在打拼吗 不是 他是为了这个公司 为了他自己的薪水在打拼 所以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目标不一致 所以最后就会形成所谓的什么 委托人跟代理人之间的问题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但最重要还是要怎样 还是要监督他 也就是说委托人看有没有办法 去监督所谓的这个代理人 可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 监督管理的成本 一般来讲都太高了 你没有办法去做监督管理的工作 好啦 所以要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想出一个方法来 那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什么 你就要想办法让 让这个代理人的行为 他的目标 跟你这个委托人的目标 能够什么 能够结合起来 也就是将委托人的目标 融入成代理人的目标里面去 那将代理人 例如说 代理人他是追求薪水极高 那委托人是追求利润极大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去设计一个薪资水准 让这个代理人的薪水 能够是利润的分成 也就是说 利润越高 你能够分成到的薪水 也就越高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代理人在追求 他薪水极高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会追求什么 追求整个公司的利润极大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怎样 就可以比较简单的解决 这种委托人跟代理人的 这个之间的一些问题存在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简单的 针对现在比较流行的 所谓的资讯不对称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回顾 跟讨论 包含了我们想到柠檬市场 谈到了另向选择 谈到了道德危机 市场的讯号 甚至于最后一节 我们谈到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这个问题 那相信各位同学对这个议题 可能就很感兴趣 为什么 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 可能会比较息息相关的 而且最重要的 各位同学可能要记住了 谈到资讯经济学 那一般来讲 我们都一定会谈到 所谓的2001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那三位 那三位经济学家 一个就是Eckeroff 一个就是Spinson 一个是Stigles 这三个人对我们的资讯不对称的研究 是有相当的贡献的 好 那今天基于实现关系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此 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再见 台湾